知道跟誰見面嗎 沒有回應快速離去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一行人 接連現身AIT總部 傳出要見美方行政部門官員 柯文哲在台灣給媒體的行程 19號上午是沒有安排任何的活動 不過19號上午10點半 他又再度出現在AIT總部 要見誰相當保密 但柯文哲一開口疑似露線 主要還是美國國安會的 搞什麼 這個只是跟美國高層談一談 柯辦發言人陳志涵 和前北市副市長黃珊珊連忙提醒 傳出與會者有白宮國安會 中國與台灣副資深主任杜如松 柯辦方面沒承認也不否認 倒是柯文哲 見了哪些人講哪些事情 基於跟美國互信的原則 你們就不要追問 早在柯文哲抵達前 AIT總部周圍 就有駐美代表處的車子出現 力量車牌左下方寫ARMY的 則是國防部的車 就被解讀這場會面 包含美方國防部人員 國防 還有兩岸關係 當然大家很關心 還有這些 從軍過到疫情 這有些廣泛的交換大家的意見 AIT政軍組長唐莫迪等人 一一離開這場會面談了一個小時 比預計的半小時還久 除了經濟兩岸議題也有交流 原則上說大家保持 no surprise的那種 principle 他們還是希望可以降低台海的這種風險 有溝通總是風險會低一點 跟美方打交道避免破壞默契 讓一向暢所欲言的客聞者 難得要大家別再問下去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